首先多謝基金會的邀請 也多謝林教授的誇獎 我也有點臉紅 今天最少想和大家講一講 我們在我們的團隊 利用EBV DNA的血漿進行 鼻影癌篩查的分析 或者是之前 或者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圈主席也提到一個點 就是精進醫療 在精進醫療裡面 我們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液體活檢 在液體活檢的概念裡面 就是說在以前 我們如果有任何人 有一個腫塊 我們懷疑它是癌症的話 其實我們都一定要 拿一些組織出來做化驗 好像有一個頸部的腫塊 譬如甲狀腺 我們也會用抽針的形式 去希望知道究竟它有什麼細胞 究竟它是良性還是惡性 而液體活檢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利用一支血 在血裡面分析那個癌症 有沒有一些癌症的指標 去達到告訴我們這個癌症的特色 從而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治療 或者檢測 其實一支血裡面 就單看我們經常用一支10ml的血裡面 其實裡面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訊息 告訴我們那個人的身體狀況 而我們的團隊就會分析 血裡面不同的一些訊號 去告訴我們那個人的身體狀況 情形就好像是這樣 譬如有個腫瘤 腫瘤其實它本身都會帶著一些 它們的訊號 譬如我們用一些DNA 它們就會釋放在一些血裡面 我們就是透過拿到這些DNA的訊息 去告訴我們這個腫瘤的特性 正如剛才這樣說 現在精準治療則說 我們不是這樣說再分 這個人有肺癌 有乳腺癌 而是肺癌裡面有什麼特性 我們可以跟著這特性 來用某一些藥 最出名的例子 我們剛才這麼說的 就是用液體活檢 是利用在肺癌病人的治理裡面的 譬如我們中文大學 很出名的莫瑟錦教授 他也研究了 利用一個生物指標 EGFR的耳辯 去看看他會否用一種標靶藥 現在在你們看到那幅圖裡面 左手邊有二辯 紅色那裡 而右手邊就是沒有二辯 你會看到有兩條線 一條黃色線和綠色線 綠色線就是有用標靶藥 黃色線就是用傳統的化療藥 你會看到那條線跌得越慢的話 它的存活率就越好 線跌得越快 其實它的存活率就越差 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有這個EGFR的二辯的話 它用這隻標靶藥的話 你看到那條綠色線跌得越慢 左手邊的幅圖 但是在右手邊 它沒有這個二辯的時候 變成那條綠色線 你用標靶藥更差 變成它跌得越快 你用傳統藥 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就是因為知道腫瘤的特性 而去用一些適合的藥 剛才一開始 我們的胸肺科的吳教授也說了 其實我們的腫瘤當很大了 我們要拿組織去分析 就是它的腫瘤的特性 這些照片我是在網上2009年 當然沒有吳教授那樣漂亮 就是說我們用穿試的技術 我們這樣看 感覺一下 有一支這樣的針 擠進病人的身體裡 去拿這個組織 去進行 去告訴你們 究竟它有沒有這個疑辯 當然這個風險也很高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發現到 就算有這支藥 但其實病人也不是很想用的 因為我要這樣針進我的身體裡 才能取得組織 所以我們團隊就跟莫教授 利用血的研究 就是說我們用血裡面 可不可以拿到 偵測到肺癌的訊息 這幅圖跟剛才那幅圖很相似 分別就是 這次我不是拿肺癌的活檢 腫瘤的組織 我就是用血去看 同樣的 左手邊就是有血裡面 我找到有血裡面的訊號 右手邊在血裡面找不到 同樣地就是說 橙色線就是用標靶藥 藍色線就是沒有用標靶藥 你看到如果血裡面 找到這個訊號的話 其實用標靶藥 那條線是跌得慢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在血裡面找不到這個訊號的話 基本上你用標靶藥 不用標靶藥 傳媒率都是一模一樣的高的 這個其實是整個概念裡面 就是我們用精準治療 就是說那些病人全部都是肺癌的 我要知道究竟它對某一種藥有沒有分別 而我們透過血裡面去做這個分析 我想請大家幫我記住一個大約的數字 就是說現在那條很特別的 就是它說有一個叫Hexter Ratio 大概是0.21左右的 就是說你如果用一個標靶藥 那個改善到有0.21 而傳媒率是由原先的5個多月 增加到13個月 就是說增加了一倍 你用到標靶藥 就是原先不用的話 你大約就只有半年命 用了那個藥 就大約有一年命 我之後再會解釋 好了 那麼這個快速檢測有什麼好處呢 我就利用一個實例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 伊利莎白醫院總流科的一個同事 他就說 傳統來說 如果一個病人有肺癌 擴散了 他如果在公立醫院要排 即是他要去知道那個腫瘤 有沒有這個疑變的話 他要排大約四個禮拜 就去找空肺科醫生 或者找X光的同事 去抽這個組織去化驗 抽完之後 給我們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去告訴我們答案 就是前後 說的是一個月的時間左右 但是如果我可以用藥 即是我抽血的話 我可以告訴他的話 另外一個病人 他抽一支血很簡單而已 送來實驗室 一個禮拜 我告訴他 他早點可以開始用這個標拜藥的話 同樣地你看到下面的圖片顯示 其實那個鈕已經縮小了 變成了其實對病人來說 相對來說 那個時間是很重要的 好了 我講了這麼久 其實你說 我們最需要想說的概念就是 既然我們知道癌症 會放一些訊號在血裡 我們把那些訊號抓出來 如果癌症很早期的話 究竟那個訊號我能否拿到呢 就好像剛才用了吳教授的例子 就是它全部的腫瘤只有2-3mm而已 那2-3mm究竟我們在血裡 找不找到那些訊號出來 去告訴我們那個人有可能有癌症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那個人那時候是沒有任何病徵的 那個人譬如說只有2-3mm 他呼吸沒有問題 不會像肺癌一樣 不會說咳血 不會有任何的 我們會不會透過抽血的話 去告訴我們 血裡帶出了一些癌症的訊號呢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利用鼻影癌 譬如大的鼻影癌 我們知道它會釋放一些癌症的訊號 到血裡裡 我拿回這個訊號出來 如果小的話 究竟少了這些訊號放在血裡 我知不知道呢 這幅圖大家看到的是 2011年的時候 即是大約7年前左右 有另一課課我要講的時候 我就告訴別人 究竟鼻影癌是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鼻腔內窺鏡的樣子 其實你看到腫瘤 大家都大會知道 就是一個血淋淋的 其實已經生了出來 是鼻子的後面 即是我不用把鏡子放進去 看到鼻影 其實可以看到腫瘤了 那時候我們日常 如果看到這些腫瘤 都會有這麼長的尺寸的 就是如果早期鼻影癌的那些 其實樣子就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大 一塊走出來的 譬如這裡就是看到 有一些凹凸凸凸的位置 其實譬如左上角那裡 就是有一些鼻影癌 好,考考一下大家 當作玩一個遊戲 留下的兩幅圖 腫瘤在哪個位置呢 你們覺得 如果要叫你們猜猜一下 這是一個鼻煙 這裡有兩幅圖 你覺得有一塊東西 剛才是不正常的組織 那裡好像有一些東西 是在… 有些人可能未必看到我的箭咀 這裡的腫瘤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其實就是小小粒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腫瘤 就是我們現在找到的鼻影癌的信號 好了,再難一點了 這個的鼻影癌在哪裡呢 在左手邊的幅圖還是右手邊的幅圖呢 你們覺得 有些人說右手邊 有些人說左手邊 其實它躲起來了 我把左手邊的幅圖放大 其實它只有這一塊 就是上面角落頭遮住了一點點 這樣凸出來這裡 就是我們現在用這個技術 找到的鼻影癌 好了 剛才大家說了 鼻影癌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特別多在南中國的地方 香港就是這個位置 紅色的地方就是南中國 剛剛今天之前 其實我跟一個同事上了去廣州中山醫院 討論一些鼻影癌的研究項目 那些 我們有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說 以前鼻影癌 大家會稱它為廣東癌 但是我們在想的就是 其實廣東不是現在我們說的 經常都有大灣區的概念 我們想拿這個去告訴 其實很多時候的癌症 既然在我們這裡那麼多的病發率那麼高 其實我們不如把它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灣區癌 是的 我們就說 不單止因為我們香港想和廣州中山醫院 他們也有很多的鼻影癌案例 我們想看看各方面有什麼長處 去互相配合 去發展一些 因為我們全世界都沒有 外國人、西方人 沒有鼻影癌案例 唯一 我們如果有一些東西 是我們自己希望研究出來的成果 可以幫到自己的話 我們就不如改了它的名字 不要叫廣東癌了 叫做台灣區癌 鼻影癌的特徵就是 這幅是2013年的病發率的圖 藍色線就是男性 紅色線就是女性 你看到男性的病發率 比女性高 另外一個特徵就是 鼻影癌 你看到最高的病發率 不是老人家 是年輕 30多、40歲 到60歲這段時間 其實一個40歲、60歲 往往其實是一個家庭裡 就是靠它去養起家庭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一個年輕、中年的男士 告訴他 你有鼻影癌 其實對那個家庭來說 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特別之處就是 鼻影癌其實跟一個病毒很有關係 那個病毒叫做EB病毒 而我們就發現到 其實每一顆的癌細胞裡面 都有那個病毒在裡面 說的是每一顆的癌細胞裡面 我們就是透過 驗血裡面 病毒的基因 去告訴我們 那個人有沒有可能有鼻影癌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好像 去告訴我們 究竟他是不是有些癌細胞在這裡 既然我們想知道 究竟如果用血 在早期的鼻影癌 我可不可以找到那個訊號出來 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研究項目 這個研究項目 就是我們在香港找一些中國籍的男士 中年的 40至62歲左右 他們沒有任何鼻影癌的病徵 我們就邀請他們來 他們沒有病徵 我們就抽血 怎麼做呢 我們就在這裡抽血 就幫他檢查有沒有病毒的基因 OK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告訴他 好了 我們四個星期之後 再跟你檢查一次 好了 如果連續兩次 血裡面 都抽到有這個EB病毒的基因的話 我們就轉介給醫病科醫生 去做這個內規鏡 就像你們剛才看到的那些照片 還有做切力共振 去告訴我們 他是不是真的有鼻癌 因為我們現在在說 究竟那個鼻癌的訊號 是不是在血裡面找得到 好了 所有參加者 我們每一年 無論他的血裡面有EB病毒也好 沒有這個EB病毒也好 我們都會打電話給他 就是問他 你過去這一年的健康狀況如何 有沒有任何不舒服 有沒有幻想任何癌症 包括鼻癌去跟進他 因為我們有時可能是我們檢測不到 我們都想知道他的健康狀況 好了 我們就做了怎樣呢 我們就從2013年開始走返香港18區 找了18區區議員 搞了143場研討會 好像就是這樣了 我跟另一個同事 就會講關於鼻癌的資料 然後區議員就幫我們找40至60歲的男士 來聽聽講座 然後我們就告訴他 其實你可能有高風險的鼻癌 有沒有興趣參加我們這個研究項目 我們幫你抽個血 就跟剛才這麼說 就是看血裡面 有沒有病毒的基因 如果有的 在四個星期之後再抽 兩次都有的 我們就去轉界 去做內規鏡 以及設力共振 這143場的健康講座裡面 我們找了二萬多個參加者 好了 二萬多個參加者裡面 最後就有一千多人 第一次呈陽性反應 就是說每一百個裡面 大概有五個人 就會有陽性反應 好了 兩次 最後有三百零九個參加者 連續兩次都有個病毒基因 在那個血裡面 接著這三百多個人 我們全部都做內規鏡 全部都做磁力共振 當然有些人就不肯參加 最後有九個人就說 我知道我的血裡面有個基因 但我什麼都不想做 我不參加了 接著我就告訴你 這三百個人是怎樣 好了 現在這幅圖就告訴大家 在2013年 香港的癌症資料庫裡面 告訴我們 究竟如果它不做任何事情 不是做篩查出來 找到鼻影癌 大部分都是第三、第四期的 看到這幅圖裡面 第三、第四期就是 黃色和紅色的比例 大部分其實在說第三、第四期 它們都已經擴散了 到淋巴裡面 因為鼻影是很厚的 在鼻膏後面的 它們不知道自己有鼻影癌 直至腫瘤 擴散了淋巴核 在頸上有一個硬塊 然後才去看醫生 所以到時候他們去找醫生去看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第三期或以上 很少部分人 在說兩成左右 是第一、第二期而已 好了 如果根據我們 篩查出來 找到的結果 反過來 大部分人 都是第一、第二期的 超過七成以上的人 根據我們篩查出來的 都是早期的比例 而相對來說 你看到黃色和紅色的 是佔少部分的 在說的是兩、三成左右而已 好了 你說早了之後 有什麼好處呢 給別人一般的治療來說 是要電療加化療的 如果第三期以上 你就要用電療加化療的 但是 如果你早期找到出來的話 你是不需要化療 只是電療 就已經可以治好病 化療的負重量有很多 說到這70年來 其實都是在用同一種化療 藥物 而它會影響到腎 影響到腎腺裡面 所以如果早期找到的比例 那個病人 就不需要接受化療了 還有我們也要說傳媒率 好了 這裡跟剛才你看的那幅圖 也很相似 紅色線就是那群比例病人 透過我們篩查 我們去跟進他們 我每年都打電話問他 看看他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過世 紅色線就是透過我們篩查找出來的 藍色線就是根據2013年 那些病人不是篩查找出來的 他的傳媒率 你看到藍色線 跌得比紅色線的快很多 那個跌的速度 而我們之前的34個病人裡面 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 是有一個過了 所以其實你看到他們相對來說 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 他們還是在世的 而藍色線就代表了 如果他遲發現 其實是他相對來說的傳媒率是低的 大家剛才都記得 麻煩大家記一個數字就是 剛才用標靶治療 用了沒有用半年 有用一年 然後你看到現在的傳媒率 是五年以上的 就是說其實我用一些很貴的標靶治療藥 去改善了病人的傳媒率 說的是半年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早點發現過癌症 早點醫治的話 其實的傳媒率 是說到五年以上的 很多時候 其實癌症過了五年以上 其實就當成為醫治療藥了 那個肌肉復發的機會率就很低了 那剛才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300個參加者 有九個人就說 我知道我自己有病毒基因 我不想再做任何檢查了 然後他不做內施鏡 不做磁力共振 我們每一年跟進他 第三年的時候 我們的同事打電話給他 他告訴我們 他幾個禮拜前 發現了自己的鼻影癌 而且是晚期 然後兩個月之後過了生 我們相信如果那一刻 即是三年前左右 他肯讓我們去做內施鏡 他肯做磁力共振的話 可能是三年前左右 他的鼻影癌是早期的 可能他會治癌 這是我們現在繼續跟進所有的參加者 好了 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的研究成果 就是在2017年的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那裡 就刊登了 也很幸運地 當年 他全《New England Journal》 他們會選出十份研究項目 就代表那一年裡有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我們也很榮幸地選為十個研究項目的其中一個 好了 到今時 到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會覺得 那很好 不如我們去馬 這樣說 我們不如把這個技術推廣給社區裡 告訴別人 抽血檢查是好的 可以早期發現到鼻影癌 好了 如果我們實際上看數字來看 其實二萬人裡面 如果大家還記得 有一千多個人 是第一次抽血 是說他有病毒在 但其實最後是34個人有鼻影癌的 還有一千多個人 是有其他原因 在血裡面 我們找到病毒基因 但其實他是沒有鼻影癌的 如果這班人 你可以幻想一下 假設我去幫一個病人抽血回來 然後你說 你陽性啊 先生 他說 不過你不用怕 你等四個禮拜 你四個禮拜之後回來再找我 我幫你再抽多一次 那個人就說 我是不是真的有的 我很害怕的 大家都會全部走去做內規鏡 全部走去做磁力共振 實際上如果真的把這件事普及化 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用多了很多資源 去做一些無謂的 其實他根本不需要做內規鏡 根本不需要做磁力共振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 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把這個數字改善了呢 因為之前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要抽兩支血 四個禮拜去減低這個數字 我們之後就用了一個技術 叫做次世代定序 給大家一點概念 就是如果大家都聽過 就是我們人類基因圖譜 大約2003年 就是我們知道一個人 就是那時候全世界 在說用十幾二十個國家 用上二億計、十億計的美金 去將一個人的基因圖譜 找了出來 排除了出來 那時候就已經是一個 很重大的科目的突破了 現在就是我們有一件事 叫做下一代 就是次世代的定序 就是說 那個利害之處就是 我可以將一個人 同樣的基因圖譜 排出來 當時用十年的時間 今天我們用一天的時間 可以畫得到 當時用十億計的美金 今天我們可以用一千元的美金 就可以將一個簡單的圖譜 就已經定序了出來 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我們之前剛才跟大家說的那個技術 我們叫做PCR 有聚合煤、鏈色反應的技術 那個應用其實已經在很多實驗室裡面都有了 但這一部新的次世代技術 就像你的實驗室裡面有個法拉利一樣 它可以幫你做多了很多的東西 而大部份人 今時現在用的都是想找他有沒有那個排序上有問題 但我們就想了 這部次世代的定序的儀器 有沒有其他用可以用得到呢 我們最主要就是想分兩個東西 就是哪些人的血裡面有個基因 但是他沒有癌症 哪些人的血裡面有基因 但是其實他有癌症呢 所以我們剛才這麼說 其實一個2萬人裡面 我們有一千人左右 其實他根本就是血裡面 就是他血裡面有個基因 不過他不是有鼻癌 最後有34個 他血裡面有基因 而他的確確是真的有鼻癌的 我們就去分析一下 究竟他們的病毒基因有什麼分別 首先我們就數數目 就數一下究竟兩組人 就是有癌症的病人和沒有癌症病人 究竟那個病毒基因的分別 用舊的方法都可以數的 但是原來我們發覺 如果我們將那些傳媒有病毒基因的人數出來 紅色那些人就是鼻癌的病人 黑色那裡 我說的不是這點 我說的是下面的字 就是黑色那些人 就是有那個基因 但是不是鼻癌的病人 你看到如果只是這樣數數目 我分不到兩組人 就是我分不到哪些人是癌症 因為只要答得很近 如果只是靠數量 好了 如果我用新的技術去數的話 那你會看到 鼻癌紅色的病人 是稍微高於一些不是鼻癌的病人 是多一點的 差一點 但是有些分別的 我們就覺得數數目是一個其中可以做的事 好了 第二件事 就是我量度一下它們 有多長 因為現在我用這部新的儀器 我可以將每一條 在血裏的基因的長短 我都量度出來 而我們很早的團隊裡面 也其實已經發現了 其實在血裏的基因的長短是不同的 我們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 就是一些我們叫無創產前檢查 就是說一個媽媽 究竟她懷孕的時候的BB有沒有糖質綜合症 那媽媽的血裏面 其實也有BB的基因在裡面 而我們發現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原來媽媽的基因 就好像在大家看到裡面 那幅圖裡面的紅色線那裡 和BB的基因的長短 藍色線那裡是有不同的 就是因為這個概念 我們就想了 究竟有鼻癌的病人 和沒有鼻癌的病人 他血裏面的BB病毒的長短有沒有分別呢 好了 現在這幅圖首先就是一些有癌症的病人 紅色線就是BB病毒的長短 然後呢 右手邊那幅圖就是 不是鼻癌 他BB病毒的長短 你可以說 我有多少條在量度呢 我們每一個病人量度7000萬條左右的基因 有這麼多的 那7000多萬條裡面呢 我們就去比較了 你會看到 紅色線它們兩個的形狀是不同的 我們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分析 究竟它的樣子像哪個多些 其實我覺得今天也很開心認識了蒙教授 他做了一些大數據 如果因為我們分析7000多萬條的形狀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用人工智能 可以現在說machine learning 去分析究竟它的形狀像哪個多些 究竟像一個鼻癌的形狀多些 還是還是像一個不是鼻癌患者的形狀多些 但是呢 我們那時候還沒認識到蒙教授 那時候我就做一個很簡單的 我只是比較它小的短的數目 你會看到 如果鼻癌短的數目是比較少的 就是我現在用灰色線框住那個 紅色線的那個數目是比較低的 但是如果不是鼻癌的患者 灰色線框住那個地方 那個是比較多的 那麼我們就計算一條數數出來 發現原來 鼻癌的那個數目是低過 不是鼻癌患者的那個數目是低的 鼻癌患者的数值是低于不是鼻癌的患者 当然,我们讲来讲,整个研究计划里面 都是只有34个鼻癌的人 我们当然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所有鼻癌患者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研究多了另外31个 就是他不是在这个项目里找出鼻癌 是他有其他病法里面的鼻癌病人 他们同样都是比不是鼻癌患者的数值低的 所以我们就把刚才那两样东西结合了数量和长短大小 拍在一起了 我们就去分那些有鼻癌和不是鼻癌的患者 我们就发觉如果我们把两万人看回两万人里面 如果原先我们说有些假阳性的病人 我们可以大大减低了 而我们同时是找得回所有的鼻癌 就是说我们不会有些病人说他减低了 我说他有事,但实际上他没事 我们这些叫假阳性的病人 减低了数量很多 这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看一个数值就叫做阳性预测值 就是说我说病人有一些病毒的基因在血里面阳性 就是说他有鼻癌 但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有鼻癌呢 我们有一个数值的 就是大约现在是19.5% 但之前如果我们用刚才说的旧的技术 是说11%而已 就是说我们增加了一倍 就是以前10个人里面我说他阳性 有一个他真的有鼻癌 但是现在我找到出来我会有五个华阳性 里面一个已经是鼻癌了 这个其实的改变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因为整个试试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以前我要抽两次血 现在我抽一次血 我已经可以说到这个答案 告诉病人了 刚才说的研究项目 好了,广东癌,大湾区癌 说的是在这个有大约2千万的男士 有1亿的人口 有2千万的男士 是介乎大约这个税数 高纬的税数里面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技术的话 它将解阳性减低到50% 就是大约,计算一下 有14万的人 是不需要做内规镜 不需要做磁力共振 我们在这里的医疗的费用 是减低了 而我们同时之间 也可以找回所有鼻癌的病人 当然,鼻癌是我们的开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鼻癌里面 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也希望它慢慢地 在其他癌症的检测里面 可以用得着 所以我们也希望将这个技术 学到的东西转化到其他癌症里面 好了,那最后呢 其实想告诉大家 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叫第二代的 鼻癌检测项目 那个准成度比之前高了一倍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将其中之前的一个解决 要抽两次的问题解决了 那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不只是去看 它有没有基因病变 而是我们会数一下 究竟很简单的数目 量一下长短 它告诉我们 究竟它像是一个癌症 还是不像是一个癌症 那最后 这是我们整个团队 多谢基金会的邀请 多谢林医生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惊叹 点赞分子病理学的能力 如果和大数据的技术一起合作 一定会有一个协同效应 一个synogistic的效果 说完这些深的事情之后 我就会想提醒自己的 那些basic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病人不是在大湾区 不是在广东 福建沿海 或者是星马组织 福建的人 那个化验的阳性预测值 可能没有那么高也不一定 因为这个阳性预测值 是决定在化验的灵敏性特定性 还加上疾病的流行率 那个preference of the disease 才可以 我常常想提醒自己的基本的事情 多谢你 不知 第二点 我们又说 好 你先问 我点了 其实我又是一样 我不会问的 但是如果听到你刚才这样说 就拿两支血出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你们厌什么都由厌血开始呢 就是你们 是的 我们全部都是严血开始的 就是说 其实那个病人 那个二万人里面 我们是不知道 我没有做过内规镜 我还没有做撤力共振的 全部人是先给我们一支血 我们从抽血里面 看看有没有这个癌症的讯号 有的 继续走下去 没有的 我们就只是电话跟进 就不再跟他做内规镜和撤力共振 那我不是导致病人 不是找了一个癌症的病人 跟着去抄 而是他们确确实实 那2万人在社区里面 就是来参加 走进去听我们的讲座 而我们跟他们安排抽血的 多谢 那那个 就是 如何去 我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鼻胭癌 就是 就是 其实南中国的人多 又说他吃咸鱼 又说什么 现在到底可以说 不吃咸鱼 是不是真的可以 减低了 就是 怎样可以说 就是 有效 防御 这件事 那我再问 还有一个问题 好了 我小时候吃了 我妈妈给我吃而已 大了我就不吃了 那会不会避免 这个发生呢 好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我首先 这样很容许我说少少 其他历史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虽然我们叫他大湾区癌 叫做广东癌 你会看到0044四川 在这个位置 病法率也高了一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跟历史有些关系 就是我听以前的前辈说 他说原来明末清初的时候 那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清朝入關 或者明末的时候很乱 然后有一个人叫张献忠 在四川那里 有一次叫七煞泌 那个人 为什么叫力泌 就是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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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是一个奸淫努尽 什麽都做盡壞事的人 在四川那裏基礎 那裏因為他做了這些壞事之後 他的人口在那裏罩降了 那時候就到了康熙明末 到清朝滿洲人入關 到康熙來的時候 康熙說四川是一個氏巢的地方 有很多河流的製作品很好 他就有一個政策 就是我在兩港裏面 就將人口遷移 就將部份的人口轉到四川那裏 所以就會說 其實這件事告訴我們 其實南廣州人是有些基因的原因 是令到他會比較容易有鼻癌 這是在歷史上告訴我們 有這麼有趣的故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咸魚是有關係的 他因為 就說是醃製的食物 它會令到鼻癌的細胞 容易有疑變 受到病毒的感染 但是原來經過這三十年 四十年裏面 就發現到 其實原來他何時吃過咸魚 是很重要的 以前的咸魚 人們是怎樣用呢 就是寶寶要戒奶 所以他們就會讓嬰兒去吃咸魚 去拌飯 所以人們做了一個 疫情的研究 就是一些人口的研究 發現六歲左右 之前吃過的風險是增加的 如果六歲之後吃 風險相對來說也不太高 所以你問了 如果你小時候吃 大過沒有吃 反過來來說 其實是不能回頭的 反而你小時候沒有吃 你大過吃一點 其實影響就不太大 是 是的 關於咸魚 我看過一些文獻 就說梅香咸魚 發了毛之後 產生了 Nitrosalamine 這是一個致癌的發酵物 是 你說說廣東四川的connection 其實廣東福建人 移民去南洋 於是在南洋避陰癌比較多 也是一個原因 好 那個網上有三條短問題 我想你短問題短答 因為時間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是 一個Dr. Leung問 他說你這個化驗的準確性 我私人覺得 那個準確性的用字 可能不太適合 我推薦你用 你正說用陽性預測值 那個predictive value or positive test 你簡單一點 解釋給Dr. Leung 好 準確性可能不是最準確的 在我一個癌症檢測中 大家都很想問準確性 大家都會問 你陽性找到鼻癌 陰性的人有沒有鼻癌呢 這樣說 我們二萬人裏面 有萬九人是陰性的 就是一千個人是陽性 就是有萬九人是陰性 那萬九人裏面有一個 我們打電話給他 他告訴我們 他驗了血後 四個月 診斷了他的鼻癌 所以我們不是說 我們自己是100%準確的 我們也會 因為任何我們都知道 一定有一個限制在 所以我們那個人的病發 就是第二期的鼻癌 所以我們的靈敏度 就是97.1% 所以我們已經算是 找到早期的鼻癌 也算是準確的 就是我們真的會漏罔了一個的鼻癌 然後陽性如刷席就好像林教授這樣說 就是究竟有多少人是陽性的話 他真真正正是有鼻癌 那麼我們舊的技術 十個陽性 有一個是鼻癌 新的技術 五個陽性 有一個是鼻癌 好了一倍 是的 好 第二個短問題 就是一位 一位 是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同事問的 他說 抗病毒藥物 會不會防止鼻癌 這個很容易答 好 其實EB病毒 九十幾%的人都有 即是在座 我和你也有個病毒在身體裡面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血裡面有個基因 只有5%有呢 不是完全知道的 我們做了一些其他研究 就發現身體比較弱 那時候會比較容易血裡面有個基因 所以你說抗病毒藥 其實是沒用的 因為九十九、九十五%以上的人 都有這個病毒 病毒是懂得躲起來的 你殺不死它 你吃抗病毒基因 是不會殺到病毒的 好 林醫生 第三個問題 我推薦你不回答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長的問題 他問一些 Randomized Control Clinical Trial 以及一些統計學上的問題 我知道前面有幾個嘉賓都想問問題 那位同事問了這些 是關於統計學 以及臨床study的問題 或者請他一會和你一起長探 那看看這位同事 我對醫療一點都不認識 但是軒先生是銀行家 所以你說的時候我自己都是銀行 所以你那個假揚性 其實是我們統計學上的type one error 那你後來說這個是type two error 你都說到大灣區 那我們要借錢給別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說他的信用不錯 驗證之後就說借錢 但是有時候搞錯了 那個可能沒有辦法還錢的 情形好章子 就會明白為甚麼 但是我想提一件事就是 你剛才說到大灣區 我們廣東人 其實DNA的排列 可不可以比較 非白大灣區的人 因為DNA的排列 可能就解釋到為甚麼 我們南方人會有這種病徵 還有更加可以再試下馬上手 那些移民由北方走到廣東 他就算年輕時吃了我們鹹魚 是不是一定都沒問題 看到我們的體質 是不是對這種東西有些作用 謝謝 多謝你 不如你下年再邀請我來 因為這是我現在研究的其中一件事 你絕對… 不… 對了 很感謝你 其實這個南中國 和北中國的分別 究竟人口那個 不只是我們做研究的 很多人其實… 因為這樣的觀測 其實30、40年前已經有 所以大家都很想知道究竟甚麼原因 為何這麼有趣 只在南中國裏面有這些人呢 究竟是哪一個部分出了問題呢 這樣說 好了 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現在要檢測的一個人 基因圖婆說的是30億的份子 那究竟那30億裡面 我和你之間 是因為我和你之間本身的分別 還是我們兩個民族之間的分別 還是怎樣去做那個分別呢 這樣說 所以這個是一個… 現在你會聽到譬如說 譬如說 香港特區政府 它開讀了一個… 一個二萬人的基因普查的先導計劃 譬如英國最初開始是一千人開始的 一千人它全球每人找一些東亞人口 然後找一些非洲人口 一千人裡面 我們經常都比較了 我知道譬如說白種人 就會是這樣的基因圖婆 大約 中國人可能是這樣 東亞、南亞這樣去分 現在大家一千人當然就不夠了 這樣說 當然想去擴展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有人找了一些分別去解釋出來 但他找到出來 究竟那個臨床上的應用 譬如好像我找到一個原因 究竟我們怎樣去應用上來呢 那就要再去想究竟是那個情況 我請教林教授 你這個有唸過 這個Master of Philosophy Degree in Surgery in 2013 這個第一個 這個內容能不能簡單地講 而且你將來還要唸PhD這一方面 那個動機是什麼 或者是內容是什麼 我很有興趣 那時候讀醫學院的時候 可能在座譬如Jeremy 我們大家 那時候我讀醫學院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名的頭頸外科教授 叫做偉林教授 他做鼻癌的研究很出色 剛才我跟你說的那個四川的故事 是他教我的 然後那時候他發明了一個技術 就是用這個揭面的手術 去醫治復發的鼻癌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譬如鼻癌是一個中國人才有的問題 不如去做這一方面的研究吧 我的碩士研究項目 就是我用了六個月的時間 因為鼻癌 是我們很難用一個實驗的技術 所以在癌症的檢測中 我們會做一些叫做癌症線 就是把癌症嘗試放在一隻食驗碟裡面 然後把它倒進去 讓那個實驗細胞可以生出來 然後我用了半年時間 每一天就回家吃完飯 然後回到食驗室裡面餵一下它 好像養魚一樣 然後就去養 希望那條線路會生 半年之後它還是不生 然後我就轉了一個項目 所以我也是用鼻癌的檢測 就是去研究另一種分子 就是其他的技術 去看看它的傳媒率有沒有分別 所以那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我用了一個時間 養不成功的一條魚 然後就轉了去做現在我的博士論文 就是做這一方面的檢測研究 那時間的關係 台下說可能還有一些銀糖和醫學的問題 我這樣子一分鐘好不好 剛剛講到 這個19世紀1862年 普魯士普魯士普魯士的貼血宰相 他當首相 九年的時間 1871年 就把法國的拿破仑三世打派在地上 而且統一德國 1871年 1862的1871年 九年 就把它打開 為什麼 因為peace mind有三個主張 第一個 education 第一個 第二個science 第三個philosophy 這三個都很重要 我們這個華人社會 比較缺乏這個basic science 也缺乏這個philosophy 我們有technology很好 technology很容易模仿 但是這個沒有science跟philosophy 比較weak 那麼德國兩次大戰都是戰敗 二次世界大戰整個detroit 30年後 它現在還是歐洲的強國 所以educatio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是多麼的重要 我們現在台灣也缺乏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出來找不到工作 你練science 你練philosophy 賣雞排 賣雞排 這要國家去養 國家去培養 我剛剛聽你練philosophy 給我做你的motivation 還有你的成就 非常讓我尊敬 多謝謝教授 這個女同事有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麻煩你林醫生 我想問一下 因為之前看你的題目 和聽你說的時候是很精彩的 但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我接觸男性病比較多 關於驗血驗DNA這個問題 譬如剛才你說的 你做到出來之後 二萬多人 有千多個是有陽性的反應的 我其實一直在擔心 關於心理狀態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驗到 沒事的時候 就說安心了 但是如果驗到是有的 但只有三十多人 是真的避癌的 其他的那些怎樣呢 其實我一直在這裡 請教很多人和了解 因為其實 推不通這件事 特別是一些 譬如癌症病人的家庭 譬如檢驗DNA這個問題 值不值得推薦呢 所以其實無論在心理狀態 和他們的承受能力那方面 對於他們日後會不會有影響 譬如我現在驗了陽性 我會不會怕到經常都 很想去檢查 或是怕到鼻孔到 有招藥我就被癌了 這個情況其實一直都在關注 很想林醫生 可不可以介紹一些關於這方面 或者讓我看看 好 很感謝你的分享 我們亦都不想說 我們今天是一個 譬如說 比較科學上的討論 所以我們 我也沒有特別去觸及到 你剛才所說的 癌症西柴的一些 像你剛才那樣的狀況 譬如說 假陽性的問題 你很好地 就說出一個心理狀態 就是病人的心理狀態 我們有這個技術出來的時候 有跟保險公司談過 我們用一個很差的 用不太用很差 譬如一個人 檢查到陽性 會不會保險公司不保呢 這是另一個想法 有兩個極端 所以這些事情 在任何一個癌症篩查中 我們要跟究竟做檢查的人 不是這樣跟他說 我們好像告訴他 技術抽獲血 搞定 但其實實際上背後 有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要跟嚴血的人說 譬如現在你說癌症西柴 最出名的大腸癌 乳癌 其實同樣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乳癌裡面 譬如做這個造影的話 乳房造影的話 也會有解揚性 也有不準確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所有癌症的檢測 本身的問題 好了 再回答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 究竟假陽性 是不是真的假陽性呢 我們用一個科學的角度去考慮 會不會假陽性的人 是告訴你 他真的患癌症的風險 比其他人高呢 其實這件事可能很重要 因為其他人 他沒事 OK,拜拜 這樣說 有陽性的人 要不要定期回去做內規鏡的檢測 如果他真的因為他代表一群高危的人士 他需不需要去做檢測呢 這件事就是真的要看那個人的接受程度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醫療的持訓者 或者我們去找到一個技術出來 我們其實最終的目的 就是我們有一件厲害的武器 希望達至幫一個病人找到一個早期的癌症 讓他的傳媒率高一點 因為如果遲發現 後遺症越多 死亡率越高 但是究竟那件事怎樣用的時候 不只是我一個人 或者不只是我們的團隊 不只是我們怎樣去做呢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我們要推出去市場 去由市場 不只是一間大學 我們所以要跟其他人合作 就是由公眾告訴我們 究竟他們怎樣去看這件事 所以這個問題是難回答的 我也相信不只是給癌的篩查裡面 要回答的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的角色 作為醫療的人員 就是我們要有這個技術在 每樣的技術都一定是一個相近刀 一定有好,一定有差 但是就是怎樣去使用的人 去明白究竟用途是怎樣的 我會是這樣去看這件事 所以也感謝你提出了 這個不是由我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其實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也有一個很複雜的答案 所以它們算不 Nancy 我們要批判 之前有個夢後 思亂的問題 谢谢大家